我们来对拼了 当我们所有的中国拳迷都在猜测 下一个出战的中国选手会是谁的时候 而在这个国际三巴妇女节 我们在外媒看到了让我们未知惊喜的消息 来自北京全天下的UFC中国女子第一人 严小南下一场的比赛疑似已经确定 她将出战6月2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 UFC格斗职业132的比赛 而外媒报道的对手为澳大利亚的选手 纳迪亚 纳迪亚95年生人 因为小时候看TUF塔特女王的比赛 还着迷于UFC和MMA UFC之前的四场职业赛 她都是首回合KO获胜 一共只打了142秒 2017年11月UFC格斗职业121上 她完成了自己在UFC的首秀 打满三回合最终判定获胜 格斗风格擅长拳击和巴西柔术 女子她在这个级别有一拳KO的能力 拳法相当的精准 所以说不容小区 绰号187 而187是美国警用代码 意思是谋杀 严小南在UFC上海战的首秀 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女子选手的实力 而她上海战首秀的胜利 也完成了中国女子选手 在UFC的首场胜利 她15岁的时候便开始学习散打 在学习过程中 严小南接触到了综合格斗 并且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她的格斗风格就是比赛一开始就猛冲猛打 先发制人 所以说严小南的比赛从来就没有枯燥乏味 三大V基础的打法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尤其是她的招牌动作 侧踹腿 给了对手不晓得杀伤 她在2010年获得过新加坡万冠军赛的冠军 2015年获得过URCC的冠军 这也让我们对她在UFC的道路上充满了期待 希望她能够顺利的拿下自己UFC的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一起为严小南 为中国力量加油 继续